国外两位嚣张拳手挑战死神方便 一位是韩国最嚣张的拳手 另一位是世界排名第一 结果上了擂台之后 全部被方便三拳两脚暴力KO 众所周知 外国拳手对上咱们中国硬汉 有很多赛前都是很嚣张的 比如今天被方便暴虐的这两位就是这样 金士吉在跟方便的比赛中 被打得最后倒地不起 马库斯在被方便一回合 击倒三次后暴力KO 本期视频 柳城就为全迷们带来方便暴虐金士吉跟马库斯的两场比赛 来看两人的第一回合 比赛刚开始 金士吉就压了上来 想要给方便一个下马威 但金士吉的底嫂 被方便很轻松地接腿直接放倒 裁判健壮急忙上前制止 可能是害怕金士吉在受到伤害吧 是不是能够继续续写他不败的神话 在武林峰全球功夫胜典比赛里面方便战胜考克来之后 我感觉他在这个战术打法上更加的丰富 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就算裁判你在制止 方便还是找到机会 就是接腿摔给金士吉放倒 金士吉这个时候的面部表情亮了 裁判是以方便你不能这样摔金士吉 咱是有规矩的 常常裁判 说你这个接腿摔啊 不能两次发力 对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口头的劝告 金士吉呢 如果知道徐燕的话 对他也不应该陌生 因为他和徐燕曾经交手过 当时他是打七公斤的比赛 我们想到现在体重逐渐的增加 已经到了八十公斤 和方便进队了 后续方便也逐渐了 掌握住了场上的节奏 金士吉的进攻根本打不进来 对于方便而言 只要能把金士吉压制住 不让他有连续组合拳进攻的机会 这个回合基本上就稳了 现场的美女看到金士吉被方便这样打 脸上的表情都不对劲了 动作性下降 转上了后灯 今天很多的韩国的美女 美少年到现场来观看 勇士们的薄杀 有关系 两人的第一回合方便很轻松的就拿下了 金士吉虽然有进攻 但是准确性真的不高 两人换拳金士吉完全吃亏 这个回合打完金士吉还能笑得出来 下个回合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第二回合开始 金士吉想要找回些场子 选择了主动压方便的身位 方便跑跑的战术又出来了 但这次明显是方便吃亏 被逼到了绳脚 连续组合拳打了一套 但后续方便逐渐又将场上的节奏找了回来 这次击倒之后方便陈是压了上去 金士吉无路可逃 被打到了绳脚 连续的组合拳金士吉怎么顶得住 这次被砸的金士吉脑袋刮蹦蹦的 但回合罗声敲响 方便没能在第二回合将金士吉KO 金士吉还没低下他的头五 他还想继续战斗 我们的战胜封面在等待着你 来吧 上一回合方便的进攻奏效 金士吉完全缓不过来 脚下的移动也乱了 但金士吉还想拼死一搏 大幅度的轮摆 方便抓住机会 连续后 手拳直接将金士吉打得倒地不起 裁判最后终止了比赛 来看第二场比赛 方便对战世界第一马库斯 比赛刚开始感觉 马库斯非常的放松 方便也不敢怎么主动进攻 马库斯压进了神位 方便被打到了绳脚 后续在方便倒地后 马库斯竟然想要顶席 这在武林峰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当时乔西里 那个还 以前在美国已经是 不错了 但是呢在世界上的武器 还不对不起 他们的 给我比完赛之后呢 他就受伤了 休息一年之后 出来这就拿了我来路的冠军 可以说是因为跟您打比赛 导致了乔西里的出现 完全体正为复活 走 刚才双方在对拼中呢 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 这个马库斯追了一息 这个在我们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许的 要去裁判之分 当然打着打着方便 逐渐掌握了场上的节奏 标志性的下劈腿 虽然被马库斯挡了下来 但方便的后手全景准命中马库斯面部 后续方便打完一套之后 就选择跟马库斯缠暴 不给马库斯过多的进攻机会 后续方便选择了 跟马库斯正面硬杠 拼拳方便完全不虚 在回合快结束的时候 方便一记后手拳 直接打在了马库斯的下巴上 如果不是回合结束 估计方便在第一回合 就将马库斯强势KO了 来看两人的第二回合 马库斯这会有些着急了 同样是不败战神 马库斯肯定很慌 方便一拳再一次将马库斯击倒 在接下来的一份多中 方便又是连续两次将其击倒 最后裁判终止了比赛 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次击倒马库斯 我觉得方便配合赛给马库斯机会了 抓住机会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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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再打 还要再打 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KO机会 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我觉得 比赛结束了 三次击倒 按着规则不需要给击秒了吧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最后两位不败神话 方便笑到了最后 两位外国高手 全部被强势KO 这就是死神方便 面对强者欲强则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成 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